感谢主 主是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 主实在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神 其实呢 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这样的学习 如果是一个家庭 那这个孩子 如果从小有这样的断念学习 是非常好的 弟兄姐妹在我们活血的中教会 也是一样 刚刚来教会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能参与什么呢 这就是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一直看到 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今天就认识了 而且我们一起同心协力做事的时候 是团结合作 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 现在我们能够在天宏堂 经常性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实在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我也谢谢 已经认识了我们的同工 张弟兄总是带着这些弟兄姐妹 而且张弟兄也是做很好的榜样 用他的亲身的也在帮忙的一起做 他怎么做也要怎么做 这就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小小领袖的 带领着一个小团队的一个好榜样 谢谢主耶稣 愿主持续的持恩 那么像这种天气呢 我们动一动其实并不觉得冷 那夏天如果这么冻滑的话 都会一下子出汗了 那么相信今天回去之后 弟兄姐妹会常在床上都会感觉到 我们在这个接触大自然当中 那一份的空气清新 虽然难说松 可是也不是那么冷 这一份的感受 也感受到我们牧师师母 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 也给我们安排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进入到 我们活水得胜教会 神给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地方 这一切都是让弟兄姐妹 一点一滴的用心的感受 会这样的话 我们的胜利不断的成长 向心力不断的增加 将来这个地方 会成为多人的祝福 而且一定会达到 真正的宣教中心的作用 谢谢主耶稣 在此的献上 感谢和赞美 愿主继续的持恩 继续的怜悯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有位后面的一艘 叫做彼得遇传 我们一切的作为 都是为了要将主耶稣的名 传扬出去 让多人灵魂得救 感恩 我们皆是基督的名 阿们